这个项目当中呢 也用到了发色DFS 也用到了NJX 但是跟我们以往的使用 有些许不同 对吧 那打开我们的这个 不是啊 这个是相关的资料 对吧 就是咱们之前说了啊 你如果假设不能在线去进行安装的话 你可以去进行离线安装啊 离线安装的版里边 这个发色DFS这个目录里边有资料 然后我们在科件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发色DFS.PDF啊 对吧啊 好 那在这个发色DFS里边 我们去瞅一眼 好 利用发色DFS去存储图片啊 那前面这段实际上都是关于发色DFS 它的一个 呃 基本的介绍 对吧 那这个介绍什么的 大家都已经学过了 咱们就不再去说了啊 你知道发色DFS 它的一个基本使用 对吧 那对于我们来说 需要你能够直接掌握的啊 就是 首先这块知识啊 这是假设我们先来说 FAST FAST DFS吧 对吧 先说发色DFS啊 需要你先掌握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发色DFS的三端是什么 这个应该知道吧 哪三端啊 分别对应的是一个是客户端 对吧 客户端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监听端对吧 监听端啊 监听端也就是我们的监听服务器呗 监听服务器 对吧 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段存储端吧 对吧 存储端啊 存储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服务器 对吧 存储服务器 这是发色DFS啊 我们在使用时候的他的一个三端对吧 那这三端是怎么样进行工作的 这个这个比较简单吧 对吧 这个发色DFS没什么难的 首先这边我们是先有一个客户端嘛 对吧 这是我的客户端 好 然后呢 客户端他在进行数据存储或者是这个提取的时候 他首先要找到谁 Tricker 对吧 这个比方说是我们的这个T-R-A-C-K-E-R 对吧 Tricker啊 Tricker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咱们的监听器 对吧 监听器啊 他是负责监听的 对吧 然后呢 对应你当前的Tricker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有多份啊 监听器是不是可以有多份 对吧 然后呢 再往后对应的应该是什么了 存储器吧 对吧 存储器一般我们是放到比方说一个集群里边 对吧 比方说这是我们的这个存储器 对吧 存储器里边他相当于是会有不止一个的存储吧 我是不是可以有多个存储 对吧 那存储器我们叫什么 Storage 是吧 S S T-O-R-A-G 对吧 Storage这样一个存储器啊 那对应的 我这相当于是我这这里边相当于会有多个这样的存储吗 对吧 就你可以使用一个集群的这种机制啊 那我们说我客户端再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是首先先把你的这个请求先发送给谁啊 Tricker 对吧 先发送给监听器啊 监听器收到了客户端这个请求之后 然后把你的这个请求他是不是再交给我们下边的这个存储器去进行存储 对吧 这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三端 对吧 那我记得当时这个这个课不是我上的好像 然后那个我们在讲的时候应该会给大家说了他的一个使用步骤是什么呀 把这个拿过来放到这里边吧 好吧 你看这个图就行了啊 这这不用再去都说了啊 这个监听器啊 他叫 Tricker 对吧 T-R-A-C-K-E-R Tricker 然后这个存储器呢 是S-T-O-A-G-E 对吧 Storage啊 这么两个啊 那这是一个是三端是什么 再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的步骤 使用的步骤大概几步啊 首先第一步上来我们应该先去干嘛 监听器对吧 监听器他应该的这个定时对吧 监听器或者监听服务器吧 监听服务器他定时去查看存储服务器的这个状态 对吧 我要保证你当前的存储服务器一定是一个有效并且可用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什么 我们的客户端 对吧 就我们的clant吧 cli ent 对吧 这个啊 客户端一般是cli ent 对吧 这就不用说了啊 那客户端呢 他会去访问 对吧 先去访问监听服务器 对吧 访问到监听服务器以后呢 他会获取到可用的什么监听服务器地址 对吧 也就是说你去 不对 sorry 是可用的 获取到的是可用的存储服务器的地址 是吧 存储啊 服务器的地址 对吧 那我说你去找他的话 就像就相当于 比方说 你是一个这个批发商 对吧 你想去到这个仓库里边去进行存货 对吧 那你就作为客户吗 批发商 你属于客户 对吧 你去到仓库里边去存货 存货的话 那你首先先去找到这个仓库管理员 对吧 仓库管理员 然后去问一下看看仓库里边有哪些空闲的这个仓库 对吧 然后呢 他去仓库管理员去你仓库巡视一圈看看哪个仓库空闲 然后告诉你哪个仓库空闲啊 那你这个客户是不是就知道了哪个仓库是空闲的仓库 对吧 然后呢 对应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找到这个空闲仓库 直接把货存到里边去 那你存完以后呢 将来你是要去进行取货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取货呢 就是存完以后你会拿到一个平条 对不对 拿到平条啊 他就可以来取货了 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吧 那咱们前面说你这个监听服务器定时查看存储服务器状态 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仓库管理员 他要巡查仓库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吧 然后你客户端访问监听服务器获取到服务器的地址呢 就是你去找管理员说 哎 我要存货 那你管理员是不是帮你去看一下哪个仓库现在是空闲的 对吧 让你去存 他会告诉你几号几号仓库空闲 你去存就行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干完了 你得到了空闲仓库以后 我的客户端 他是不是就会根据返回的什么地址 对吧 根据返回的地址去访问我们刚才说的存储服务器吧 对吧 有了这个地址了 你知道几号仓库空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到仓库进行数据存储了 对吧 完事之后 最后第四步是什么 你存储完了以后 是不是会得到一个屏障 对吧 就是存储服务器啊 他去帮你存储文件啊 存储好了以后呢 并给你返回这个屏障 对吧 存储好了 把屏障返回你 那这个屏障 这个大家之前应该接触过啊 咱们一般应该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语法格式 就是有什么祖名然后对吧 然后呢 杠后边跟上 M00杠 00杠 然后后边有一系列的大长串的 让哈希纸 对吧 大大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吧 这个咱们之前应该讲过了 对吧 就是类似于啊 存储这个凭证 对吧 比方说给你写一个 如 当然后边这个我没有办法编 对吧 一会咱们就 呃 实际做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就行了 对吧 这是大致啊 他给你返回这个凭证的格式 那我说这个凭证 就是刚才我举例跟你说 你存好货以后 你是不是得从那个存货那位置 拿到一个平条啊 对吧 有了这个平条以后呢 咱们后边再去进行取货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拿平条 就是就能取货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仓库管理员啊 不是仓库管理员 所以我们这个呃 这个批发商存货啊 这个例子可以用到咱们的这个呃 这里边去 对吧 哎 实际上你对应的这个 你再来看这个模型 还像咱们前面哪个模型 咱们前面在前两天给大家讲的 那个服务发现 差不多吧 对吧 哎 只不过区别就是你这个监听器呢 是主动去查看你的这个存储器的 那个特征 对吧 哎 然后我的那些服务 微服务呢 实际上是主动注册到 这个服务发现上 但是注册上以后 你的那个服务发现 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去 使用这个心跳机制 是不是去查看你当前这样的一个连接状态 对吧 哎 客户端也是啊 他最终实际上要找服务器 但是我不是直接找服务器 他是不是找服务发现 对吧 因为服务发现就相当于咱们所说 仓库管理员嘛 他知道哪个服务是一个有效的服务 对吧 那我们这里边就是ticker 他知道哪一个storage 是一个空闲的storage吧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计算机里边 实际上他好多这个模型 都是类似相近或者是相通的 对吧 概念都差不多 这样一个概念 我把它给它应用到其他的地方而已 对吧 这个这这种事在计算机里边特别常见 好了 那回过来 那么说我们项目当中呢 咱们用刚才咱们所说的啊 之前大家也用过这个fastdfs了 对吧 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上传的这部分和咱们以前讲的是一样的啊 就是因为咱们说fastdfs 它基本三个功能嘛 上传下载和这个删除 对吧 上传的功能和咱们以往讲的是一样 但是下载不一样啊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图片的时候呢 咱们不需要把它下载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图片找这存起来 我使用的时候呢 我直接去到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这个位置上边 对吧 按照这个平条 我能够把这张图片找出来 然后把它展示到浏览器当中就OK了 明白这意思吧 对吧 这是我们项目当中啊 这个使用步骤 然后呢 这样这样简单说吧 与以往的区别啊 与以往的区别 与以往的区别啊 那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图片 对吧 需要上传 需要上传啊 但是呢 不需要下载 是吧 我们直接按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凭证 是吧 直接按凭证 给它展示到浏览器即可 是吧 这是跟咱们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以前大家学发的DX存上去 对吧 然后接下来用的时候再把它取下来 好那回到我们这里边 那现在我们说呃 不需要上传 我要浏览器去往浏览器当中去展示 Fast DFS能不能做展示 可不可以 这个应该知道吧 刚才咱们说了我们的Fast DFS 它只有几种功能 三个功能吧 一个是上传 一个是下载 一个是删除 对不对 Fast DFS 他不或者说不提供啊 这个刚才咱们的需求 就这个展示图片的需求 展示图片 他不提供这种功能 对吧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求助一些其他的 对吧 那什么东西能够提供这种功能了 就是咱们今天让大家去复习的这个NX 是吧 NX它可以去完成这个图片的展示 对吧 因为咱们说NX它主要的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 这个返向代理 另外一个是外保服务器 对吧 就是它实际上可以顶替我们这个出现之前 这个外保服务器一般都是用Apaq去搭建的吧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对吧 现在有了NX以后呢 我们用NX去顶替Apaq的这个外保服务器的这种作用啊 并且呢 它还能够进行反向代理啊 所以说我们在咱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 咱们使用NX和FastDFS去进行交互啊 然后来获取图片数据 并且把它加载到浏览器 对吧 所以因为FastDFS不能加载啊 所以说我们要介入这个NX OK吧 好了 那这是咱们所说的这个FastDFS啊 那对应两块啊 再有再有再往下 是不是就是关于这个FastDFS 它的一个安装和配置了 对吧 FastDFS啊 FastDFS啊 它的一个安装和配置 好 那发的DFS的这个安装和配置这块 嗯 在咱们发的这个PDF的这个讲义里边是不是有啊 对吧 这是前面啊 大致已经从这开始 这3.2.5 这里边是不是就对应着FastDFS的这个安装流程 对吧 你首先拿到这个包去进行夹缩 然后放到哪个目录里边 然后执行make.sh make.sh就是咱们说的make命令 它是个脚本 对吧 然后里边get install 然后sudo make.sh也是 install 对吧 这也是咱们一般圆满安装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再去安装FastDFS啊 装一个FastDFS模块 对吧 装好以后还是做这样的流程 那这个我就不用怎么挨着去说了吧 对吧 咱们重点去说我们需要呃 做的这个操作 包括你在安装的时候 实际上你需要拷贝一些它那个压缩包里边的一些文件 放到指定的目录里边去 对吧 还是我之前所说的啊 这个流程呃 最好我个人建议是你找一个这个空电脑自己去测一下啊 因为上班的时候这个流程肯定是你要自己重新搭建 你不可能拿着上课的虚拟机去给你 对吧 那我们说咱们这个项目里边 类似于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就挨着每个都给大家去讲安装 然后再演示 每个同学在装的时候还会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那我们这个项目进度就太慢 所以说咱们把所有安装这些东西呢 文档都给你写清楚啊 然后你照这个文档呢 基本自己可以去装一下啊 再有就是你在装的时候 如果个人出到什么问题 你最好自己把它解决 然后把笔记记好 对吧 这将来在企业当中工作的时候呢 也会有收益啊 那我们说安装的这 就是软件安装这种事 或者环境配置这种事啊 这个东西不是交出来的 你一定要磨一定要练 是吧 我交给你也没有用 比方说我跟你演示一遍 我说这样去安装 你只知道大致安装的流程是这样了 然后出问题的话 有可能假如同样的流程去做 我这个人装没问题 你这个人装就有问题 这在软件安装上面 或者环境搭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正常的 它不像咱们学的那个技术 对不对 技术只要是这样的话 你把原理弄清楚了 把它的使用流程 记住了啊 A写是这样 B写也这样 C写也这样啊 但是环境搭建不是这样啊 就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自己去走一遍 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啊 那咱们说为了节省时间 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给大家提供了现成的虚拟机 我们是不是就把整个环境 我们就统一了 对吧 那么还是啊 在咱们这个虚拟机里边啊 需要大家安装这个我就不说了 好吧 这段啊 这个 这个安装啊 你就去参照 参照我们的这个讲义啊 参照那个叫什么 忘了这个叫 啊 FASDFS点P点F 对吧 FASDFS DFS点一个PDF 好吧 安装啊 去参照它去实施就行了啊 好 这是安装啊 那咱们就不说了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配置啊 就是这个虚拟机发给大家了呢 也需要你去进行配置 对吧 这个配置是必须要做的啊 配置呢 我们有这么三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要修改这么三个文件啊 第一个是修改 啊 ETC下边的谁啊 就咱们说那个三端嘛 对吧 FDFS FASDFS 下面的Storage OARG 对不对 Storage 然后点一个 Config 清楚啊 这是这三个文件啊 那对应第二个 还需要修改谁啊 还需要修改的有谁啊 Storage 是存储 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修改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吧 对吧 直接CtrlC CtrlV 是吧 还有我们的那个监听啊 对吧 那所以说还有一个tricker嘛 tricker应该是 TRACKER 对吧 tricker tricker 还有第三个就是谁了 三端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对吧 那第三个是需要我们修改 你的 这个 对吧 那这个 还是FASDFS 这没变 对吧 路径没变啊 文件呢 变成了 CRI ENT 是吧 需要你去配置这三个目录 好吧 那具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配置细节 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其他的其他这个配置细节 需要大家去查看那个还是上看你上面那个文档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边主要说 咱们大家拿到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现成的虚拟机 你要去做配置的话 怎么配 用什么 主要是修改他的IP地址 对吧 就是修改成你自己主机的这样的一个IP 那主机IP我们去瞅一眼吧 这边啊 看是AltT对吧 打开 把这个给它放大 这样就行 然后里边我们CD到一个是咱们的ETC 下边的FDFS 对吧 FASDFS CD到这里边啊 那三个第一个是刚才能够说的Storage 对吧 Storage.config 对吧 打开它 这个你要你要想去修改的话 应该去使用SU度是不是打开啊 要不然你没办法进行修改啊 SU度去打开这个 对吧 好 那在这里边我们去搜192.168点 对吧 然后回车吧 然后N一下 出去这个位置啊 TRACKER SERVICE的 是吧 你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你的那个电脑上面没有没有这个的话 哎 TRACKER SERVICE我打开的对吗 稍等啊 我是不是开错了 BUS DFS 下边的Storage Configure啊 那没没没没没开错是吧 SU度 Storage 哎 那我说我记错了 啊 有有这么一行 反正就是你改IP就行了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改完一次以后 呃 好 好久也不用再碰它啊 所以说我我这边我也记不是特别准 对应的就是我们去 这个吧 这样给你粘上行吗 好吧 去修改这一行啊 那这里边是我这样讲一上完摄像一写了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是吧 IP啊 对吧 后边灯口号人家是22122 这个你不要去动它啊 那这边修改呢 应该使用SU度 然后VM是不是去打开啊 对吧 包括前面后边那几个都是这样啊 都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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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去把它继续进行一个这个修改 对吧 这是第一个啊 需要改这个文件 对吧 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改那个tricker.config 对吧 好SU度 VI 去打开 还是这个目录下 对吧 Storage 这是 TR ACK 对吧 tricker.config 然后还是搜192.168点 对吧 回车 然后往下 这个tricker这个没有 对吧 这个没有啊 这个默认就是他不需要是吧 他这直接默认是使用监听你当前的啊 所以说对应到我们这个 呃 给你写一下吧 好吧 哎呦 他这个怎么又不行了呢 这段就不需要了 对吧 不需要啊 这个不需要修改 那第三个 可烂他还是一样的吧 他这个为啥 怎么样 他能让他直接 这样啊 第三个 好像是我记得是跟他修改是一样的啊 咱们去验证一下啊 记不住了也是 还是SU度 对吧 把它给他改成 谁啊 可烂他是不是就行了 CRY ENT 对吧 可烂他点config啊 那对应到说还是这 对吧 我们再去找一下 还有其他的吗 192.168点回车 是不是就这一处啊 就这一处就行了啊 你也是改 就跟刚才的那个是一样 就TRACKER的server是什么 对吧 把它修改成你当前自己的这个IP啊 但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就不用复制那个 复制他写进来 好了吧 就是配置对于我们来说啊 就大家拿到这个现成的虚拟机啊 这三部配置是必须要做的 对吧 好 配置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干嘛了 我是不是要去启动我们的FastDFS 对吧 那怎么样去进行启动FastDFS 那对应你要分三部分 就是三个启动方式吧 第一个我首先得先去启动 谁啊 存储服务器 对吧 存储服务器 服务器对吧 启动存储服务器 我们应该是就那个Storage吧 STO Storage 对吧 STO-REG 那应该使用的是SU-DO 对吧 后边跟上的是FDFS下滑线的 谁啊 STO 这个TOARG 这个应该是有个ED 对吧 这个就是你要是假如说记不住的话 你最好是在这里边去敲啊 对吧 就是从这里边用那个推包补齐自动去敲啊 SU-DO 我应该是FDFS下滑线S 对吧 这样就补出来了 对吧 Storage后边是有个有个D做结尾的啊 然后目录应该是ETC下边的谁啊 FDFS FDFS的Storage 点 Kanfig 是不用它去做一个启动啊 对吧 那你这个启动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使用PSAOX 然后管道GREP去查看我们的这个STOR AGE Storage 对吧 它会得到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这是咱们的这个启动命令啊 上下或者查看 我们最后一块再做 是不是也行 要把这个给你拿过来啊 这个照这里边啊 这个实际上这里边都有啊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重要的部分给大家提出来 除了启动存储服务器之外 你还要启动什么 监听服务器 对吧 第二个我还得去启动监听服务器啊 监听 监听 对吧 服务器监听服务器叫TRA TRA 啊 这个table没有用 是吧 TRA 然后CKR 对吧 TRA 那命令 实际上跟刚才的命令是类似的 我们照着来一份就行了 SU SU度 然后呢 FDFS 下游线的TRA TRA 对吧 然后下边是不是也是ETC 下边的FDFS 下边的TRA 对吧 还是这个啊 那完事之后也是你PSUX 只不过去查看一下TRA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TRA CKR 好走 他是不是就得到FDFS TrickD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对吧 得到他啊 放到我们的这里边啊 这是你在启动的时候 对吧 要启动这么两个服务器啊 一个是存储的 一个是这个 对吧 那第三个是把刚才我写的那个说一下吧 你就可以直接查看了 对吧 PSAOX 然后呢 AOAOX 对吧 然后呢 管道GREP 去收这个FDS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FDFS 对吧 就能得到咱们刚才所要的那两个结果 对吧 那我们直接从这里边来吧 FDFPSAOX管道 然后呢 GREP FDFS 这就得到他俩 对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他结一下吧 OK吧 好了 放到我们这里边 就行了呗 对吧 你看到这两个就说明你当前的这个服务 是不是就启动成功了 对吧 就FDFS这服务啊 就启动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完成你的这个上传和下载的这个操作了 OK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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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